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是去过的人最终都下落不明 女人岛彻底成为谜一样的存在 水哥的父亲也在某次探险中下落不明 父亲的失踪成为水哥的心病 为此他一直暗中收集资料 想要找回父亲 而作为一万富翁的老王 为了长生不老 一直是巨子寻找这个岛 水哥得知此事 接受了老王的任务 和既有大壮踏上了探索旅途 两人的船在大海上漫无目击的飘啊飘 不知过了多久 依旧一无所获 而更悲惨的是 他们的水和食物也吃完了 就在他们要放弃的时候 一座岛屿映入眼帘 两人兴奋不已 脑袋一热 直接跳进海里游了过去 耗尽体力的两人 被海狼冲上了沙滩 等他们醒来时 彻底惊怠了 一群拿着武器 穿着原始的女人们 将他们团团围住 他们知道 这就是女人岛 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 他们就被绑住 关进了牢笼 等夜幕降临 两人拿出随身带的刀具 割断了牢笼 趁机偷跑出来 可倒上陷阱重重 倒霉的两人 最终还是被抓了回来 面对组长的质问 水哥招任 自己是来找父亲的 可当组长得知父亲的名字 彻底怒了 原来 组长和水哥的父亲 有过一段情 引遭抛弃 于是心生恨意 新仇家救援 组长下令将两人烧死 用来祭祀神术 人们高高兴兴地 开始配置调料 准备火烧两人 趁着无人看管的空歇 两人再次逃脱 无意中 两人点燃了岛上的神术 神术被烧成黑炭 这可是岛上的根基 暴怒的组长 就要杀死两人 危急时刻 水哥灵机一动 说道 自己可以救活神术 无其可施的族人 只好劝说组长 让他们试试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两人使出浑身解数 拯救神术 那真是日夜颠倒 意识没显着 好在这次 有信任之神的眷顾 神术终于发了信仰 而在这一段时间的相处中 水哥和大壮 也被族人接纳 两人也找到了 生命中的挚爱 与此同时 水哥也得知了 父亲失踪的秘密 原来 父亲的失踪 只是想保护这里的人 而已经爱上这里的水哥 决定 遵从父亲的遗愿 留在这里保护他们 两人想砸坏定位器 却没想弄脚成拙 不小心引来了老王 为了获得长生不老的秘密 老王把族人给抓了起来 并威胁他们 说出长生不老的秘密 为了保护族人 水哥皇称 带老王寻找秘密 老王怕水哥使诈 于是在水哥身上绑了炸弹 跟着他走进了广袤的森林 在森林中 老王的手下纷纷落入 早已存在的陷阱 族人成功反击后 便赶去救水哥 万万没想到 在四大中 却意外出动了炸弹的开关 一瞬间 众人突然安静了 眼看炸弹就要引爆 为了不伤机无辜 水哥毅然决然 带着炸弹跳入了海中 影片的最后 水哥躺在海边悠悠转行 对于未来 他一无所知 影片完 这开放式的结局 令人对后续充满期待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是你 你会留在这个长生不老 美女环绕的岛屿吗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庸闯女人岛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一群拿着武器 穿着云 穿着银 一直吃巨子 寻找这个岛 水哥得知此事 面对组长的质问 水哥招任 自己就是 自己是来 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是来自动的小伙伴 是来自动的小伙伴